兄弟们 我拉了个新Bking之间 大家出来欢迎一下 你在教我做事 不欢迎 你说欢迎就欢迎 你当这一整个群的Bking是吃素的吗 诸位稍安勿躁 不知来者何人呢 这位是叶尊东方青仓 武力值不错 可以说是跟本人不相上下 嗯 不知道 兰花栽培哪家墙 丧烟海里找大墙吗 我在农业频道看到过好几回了 幸会幸会 在下福尔康 是大学士福伦的长子 当今圣上的御前侍卫 未来的俄妇 活躁 既然被你发现了 我就摊牌了 在下不仅是Bking 还是BBking 就你那两下还敢自称BBking 我一口气背了上百首诗词 我说什么了 你们把蛇斩群儒的我置于何地啊 笑话 整天叨叨叨的 不维持高冷形象怎么装逼 同意 你看我多高冷 别顶着本作的脸到处乱窜 下去 年轻人不要喜怒行于色 做Bking最重要的是演技 展开说说 冰临城下 我照样弹琴唱歌 评一出空城记 就下一城 对Bking来说 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最装逼的时候 我也是 就算身负重伤 也要拿出满级大佬的气势 是吗 是谁出门就吐了一口老血 你 你 卧龙先生的话 朕太有共鸣了 没到危急时刻 真的B值自然而寒的暴涨 换上限量皮肤 乞丐变皇帝 全场都给朕贵了 没错 临危不惧 是Bking的基本素质 有人找你1v1 你就告诉他 我要打10个 不敢打不打的人 表情一定要够挑衅 你过来啊 就算要筛个狗知识 要保持潇洒 还真是 重新定义潇洒 给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潇洒 看到没有 这排场 这轻功 其实你能比的 你特色什么 我底下的人都比你优秀 兄弟 给他表演一下 什么叫绝世轻功 要我说 当Bking还是得回歪嘴笑 那我也会 小屁 不是每个Bking 都会肌肉不协调 想当Bking 还是要自带BGM出场 本赌神 完全合理 我也同意 巧了 谁还不是呢 给进来的弟兄介绍一下 这位大哥是天地会总舵主陈静兰 第一个死在自己BGM里的男人 你的BGM呢 那不重要 Bking的最高境界 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怎么说 比如我就喜欢 放着交响乐 才衣 穿着西装 验尸 用手术刀之分 我喜欢在屋顶思考人生 当我眼泪忍不住 要流出来的时候 我会倒立起来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 就流不出来了 我倒是觉得 这些标准都不怎么样 我不要你觉得 不要我觉得 你闭嘴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你再说一遍 头一个就是你 给我发原片 金银 我要你听听喊我的名字 还有这位 你求我告诉你 原金下在哪 还有某个月尊 神女若不嫌弃 我愿意当神女的先士 侍奉神女左右 瞧你们这些 不值钱的样子 为了一个女人 像个什么样子 你错 这个世界上 没有胖老婆的男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你以为 向所爱之人低头 为所爱之人牺牲 是B金绝对不能做的事 不过做了 便失了B格 失了威风 但本作要告诉你 弱者方有大气 强者为爱 毫无禁忌 可恶 被他钻到了 想看更多搞教视频 神仙片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环球邦吧 下期再见